即使新闻综合报道,又有台风成型。 原先位于琉球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中午增强为第18号台风踪驴,Rambier,马来西亚提供,庶民,虽然不会直接侵袭台湾,但其环流恐带动台湾附近的西南风,让这周台湾雨势更为明显。 日本气象厅的气象资料显示,第18号台风踪驴,中心气压996百帕,目前位置在北纬27.4度,东京127.1度,即在琉球海面,向北移动,时速10公里,未来往浙江至长江口附近移动,有机会成为今年第四个侵袭当地的台风。 该区域历史上平均一年不到一个台风登陆,今年却屡遭台风直扑。 迹象达人彭解明稍缴表示,踪驴台风虽不至于直接侵袭台湾,但在未来几天往中国动乱的过程中,会带动台湾附近的西南风,未来几天台湾受着环流影响,持续有明显雨势,可能会延续到这周末。 西半部要留意后续的降雨,最近一周台风发展活跃,自8日起至今已有摩羯、地皮、贝壁加等台风生成,加上做从中太平洋跨区来的赫克特,以及最新生成的棕驴,一周内有5个台风生成,今年已出现18个台风,同期历史平均约11个近期台风发展密集。 彭启明指出,注音在于整个季风环流的发展,让这区域水汽多,变得相当不稳定,要有重新改变,必须等太平洋高压发展,才能够逐渐趋缓。